想要帮块不破裂 记住这三点 保命保平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不想帮块破裂 这三点呢 一定要牢记在心 第一呢 就是控制住帮块的增长速度 帮块长得越大呢 越容易破裂 快速增长的帮块里面的核心 是巨大的脂类物质 外层呢 是一层薄薄的纤维组织 由于皮薄馅大 里面的脂类物质啊 就越长越大 纤维组织越来越薄 帮块就越不稳定 就容易破裂 所以啊 要严格控制帮块的增长 那想要帮块不增长 就得控制住脂类物质的堆积 这就涉及到第二点 必须要降低密度脂蛋白板固醇 我们知道啊 血脂是帮块生长的主要原料 当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2.6或者以下 能抑制住帮块的生长 如果你可以降到1.8以下 甚至呢 还有部分沉积的脂类就重新回到了血液里面 这样就发生了帮块逆转缩小的现象 第三呢 是严格控制高血压 高血压会引起血管壁的受损 血脂呢 就进入到血管的内皮下 形成动脉周扬硬化 长期高血压就会导致动脉周扬硬化加速进展 引起帮块的破裂 血管出现了壁塞 血栓形成 尤其是急性的血压升高 比如突然激动 生气 血压升高 帮块就受到了血流冲击过大 就会产生破裂 所以严格控制血压是必不可少的一点 血管长帮块了 血管狭窄了 不可怕 只要咱们及时的采取措施干预它 就不会发生急性的事件